冰和雪这两个字就是寒冷的代名词 所以提到雪做的冰屋 谁也不会把它和温暖联系在一起 而就是这样的冰屋 因纽特人却靠着它在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生存了下来 并代代延续 因纽特人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 那就是艾斯基摩人 而很多人对后面这个称呼可能更加熟悉 但因纽特人并不喜欢 也并不承认这个名字 因为艾斯基摩人是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给他们起的 一位吃生肉的人 其中还有亲密的意思 而这个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因纽特人并不是白人 而是与我们相同的黄种人 他们最早也并不生活在寒冷的北极地区 在很久很久以前 由于气候变冷 因纽特人开始被迫北迁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在北方等待他们的依旧是一望无际的冰雪 一些因纽特人只步于西伯利亚光源 而另一些因纽特人则来到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是印第安土著的地盘 于是冲突爆发了 因纽特人被迫继续北迁 终于在北极附近定居了下来 因为因纽特人的整个迁徙时 都发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之上 所以他们对于寒冷早就有了超越其他民族的耐受性 不过即便如此 想要在零下50摄氏度的北极存活下来 依旧需要一个温暖的住所 而这里唯一能够找到的建筑材料就是冰雪 于是一种独特的建筑诞生了 那就是冰屋 冰屋是由雪所打造的 但建造冰屋的雪并不是普通的雪 而是雪砖 它们是通过压制而成的 密度要比普通的雪大很多 其硬度堪比烧制而成的土砖 虽然雪砖的硬度堪比土砖 但它与土砖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中蕴含了冰屋保暖的奥秘 雪砖虽然是经过压制而成的 硬度也没得说 但其毕竟是雪 所以内部其实存在着很多空隙 而这些空隙中存储着空气 空气大导热性能可以说是非常差 所以就将屋内与屋外的热量隔绝开来了 尽管外面已是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 冰屋里面依旧可以保证零摄氏度左右的温度 对于耐寒能力较强的因纽特人来说 这样的温度已经足以生存下去了 为了让冰屋内的环境更加舒适 有时因纽特人会在冰屋里燃气火炉 并打赤膊睡觉 等一等 生活冰雪不会融化吗 首先 压制而成的雪砖与普通的散雪不同 并没有那么容易融化 其次 虽然雪砖不易融化 但雪毕竟是雪 在里面生火的确会导致这些雪砖缓慢融化 随着雪砖的逐步融化 冰屋的保暖性会随之变差 但一座冰屋的保暖性变得非常差的时候 就只能将其仪器另起新屋了 好在用雪砖建造的冰屋 其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所以用坏了就坏 不须心疼 因纽特人虽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生活状态 但只要是人 活着就免不了衣食住行 冰屋只是解决了住的问题 在其他方面 因纽特人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地区 想要种植蔬菜是没有可能的 这里能够找到的植物 除了苔藓就是纤细的韧草 所以因纽特人没有任何机会吃到果蔬 如果你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那么对于因纽特人的饮食结构 可能会很感兴趣 驯鹿 海豹 甚至是北极熊 都是因纽特人的盘中之餐 因纽特人的饮食结构 能够让它们从动物身上 获取更多的脂肪 以提高自身的郁寒能力 不过 不要高兴得太早 它们都是生吃的 有趣的是 因纽特人的营养摄取 明显很不均衡 而且 吃生肉也会导致寄生虫感染 极烈如此 它们的平均寿命 竟然可以达到68岁 对于生活状态较为原始的因纽特人而言 衣食是不分家的 被它们所吃掉的动物的皮毛 就是它们郁寒的衣服 这样的衣服 在我们这里被称之为皮草 当然 因纽特人穿着皮草 只是生存所需 而非追求食杀 在出行方面 因纽特人的交通工具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驯鹿 阿尔哈和雪橇 有趣的是 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是极难辨食方向的 而因纽特人 在没有任何现代化导航工具的情况下 却很少发生迷路的事情 其依靠的就是对动物行为的观察 可见 在辨食方向这件事上 动物的确要比人类厉害多了 在我们看来 因纽特人的居住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无法理解 它们为什么不离开这片冰雪之地 也许 这就是子妃与不知鱼之乐